从去年的时候吧,就陆陆续续传出来许多消息啊,说什么中国要重新回到文革时期啊,要恢复供销社啊,然后继而就是要闭关锁国啊,大家都觉得不信,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回到文革啊,不可能闭关锁国,但是你看今天就是啊,不等赵家人自己去闭关锁国啊,现在其他的国家已经主动的开始帮助中国去闭关锁国了啊,具体怎么做的呢? 就是现在啊,这个全世界有很多家航空公司啊,他都取消了中国的航班啊,你看看,咱们就是看看这个新闻,咱们可以大致的捋一捋,有哪些公司啊,我在西班牙呢,我就先说一说这个西班牙的航班啊,伊比利亚航空从1月31日到2月底啊,每周三啊,马德里到上海的直飞航班取消,同样3月和4月也同样取消航班啊,然后官方的最新通知 取消2月2号至3月28号往返杭州、宁波、福州、温州、三亚以及海口的航班 即时生效,往来广州和重庆的航班将于2020年2月5号至3月28号期间暂停服务 2020年3月28号将暂停航班的地点有伦敦、罗马、华盛顿、纽瓦克、马磊 达沃、克拉克、冀州、台中以及所有中国内地城市 这是伊比利亚航空 然后还有意大利航空啊 罗马时间1月30号晚上,意大利确诊两名冠状病毒感染者为了防止这个疫情的蔓延 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啊,关闭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班 并在意大利实施为期六个月的卫生安全紧急状态 现在已经是卫生安全紧急状态了啊 东方航空将取消2月16号至3月29号之间的上海往返马的里的全部航班 受意大利航班的影响 东航取消2020年1月31号至2020年4月29日期间 罗马到上海往返东航实际直飞航班 咱们再往下旅啊 看国航,遵照这种目的国家的政府政策啊 国航将调整部分航班运营啊 中国大陆至菲律宾取消2020年2月6号至3月28号的北京马尼拉的往返航班 中国至新加坡取消2月11号至2月29号的北京往新加坡的航班 中国意大利取消1月31号至4月29号的北京罗马航班 北京米兰上海浦东米兰杭州罗马复条航线 还有包括中国大陆啊 取消北京跟乌兰巴托啊 2月1号到3月2号之间啊 还有胡卢浩特跟乌兰巴托这两条航线 你往下再数还是非常多的 什么阿联酋航空啊 瑞士啊 德国啊 澳地利啊 荷兰啊 法国啊 芬兰啊 北欧啊 土耳其啊 卡塔尔啊 新西兰啊 美国啊 英国啊 哇 太多了 澳洲啊 太多了 还有包括韩国 首尔啊 都听飞了 要么就是压缩了 不能再压缩 要么就听飞 太多了 这说明是个什么问题啊 我之前我节目里我说过这个黄霍论 黄霍论 黄霍这部小说挺精彩的 我看过之后吧 我经常会引用黄霍这么一个理论啊 你看这个停止航班 是外国它停止的 你中国就没有停止 就是说你中国 你还想往全世界去输出这个黄霍 当然我这里我不是说辱骂这个 当然我不是贬低中国人的意思啊 就是说像这种问题的实质啊 话虽然说到难听 话操理不操啊 是不是 你就是往国外去的话 把这个病毒带出去 感染全世界的人 那这就是黄霍的输出啊 那赵家人自己他不管好这一块 那么外国人他不乐意了 他们主动给你去断了这些航班 他们来帮你去闭关锁国 你想想这些航班都断了 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啊 那经贸网呢将会受到多大的打击啊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咱们就从小事出发 假如说国内的某外企公司 做制造业出口的 下个月要准备去欧洲去采购一批设备 或者说去参与一些培训 或者说去参与一些重要的会议 结果因为这个航班取消 不好去了 去不了了 那么你功夫这个你采购了会议了 你合作了就滞后 你这个企业你一滞后的话 那么你这个企业的发展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机器来不了 我无法开工 合作谭博龙这个订单拿不下来 我工厂没法开工 然后劫后的话 这些工人我就要压缩 我就要裁员 将会有更多人失业 将会有更多的人供不起房 我昨天我还说弃房断供呢 我只是从一个非常小的一环节 我就分析这么一个事情 就会延展出来这么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你再往大了说 这些航班停了 那货物呢 货他们要不要 假如说那些从中国采购了一些很多那种小商品 我临时我不要了 会不会撕毁这个协议 也没谱 也有可能 那就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说赢了大萧条 我还坚持那个观点 赢了大萧条 中共不是对赌吗 不是有这个解药了吗 有解药又怎么样呢 有解药了 现在人家防止你传播先给你断绝往来 断一个月两个月是很要命的 对这种经济打击是很严重的 你中国你本身你这种应对风险的能力 你跟美国你就没法比 你美国才有几例这个病人 马上药具研发出来了 中国都死了这么多人了 官方说是几百人 实际上几千人几万人 能能把实话告诉你吗 你往大了估计 真有可能死几万人 就是说这个赵家人 他们对于这种风险控制能力是很有限的 没这个能力 你没有这个能力去控制 别的国家帮你去控制 赵家人心心做菜 还是不好意思搞混淆事 不好意思回到文革 不好意思闭关锁国 那好现在别的国家来帮你了 来帮助你闭关锁国 说不做不死 只能说现在老百姓最痛苦 老百姓最痛苦 那些之前跑出来的人 我真的是非常庆幸 我真的是要恭喜你们 你们真的是提前跑出来了 现在再往外跑啊 太难了 昨天还有朋友在群里面问我怎么去移民啊 我说移民 再怎么到移民 你要等到这个这个瘟疫事件过后之后 你再移民吧 现在就是说隔离期都还没到呢 你知道不知道自己身上有没有携带病毒 不管说我鼓励你往外跑 还是我不鼓励你往外跑 你现在就跑出来嘛 现在疯得跟铁桶一样 你跑出来嘛 你还是等 还是在过段时间嘛 等这个疫情能够控制住了 然后整个西方世界 对于这种病毒的 对于这种瘟疫的这种控制 已经有了非常成功的应对经验的时候 已经恢复了航班的时候 已经可以去领事馆去办理签证的时候 那时候的考虑往外跑吧 应该说现在说已经晚了 我两年前我就说过 赶紧跑 不跑就晚了 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 我不鼓励偷渡 我也不鼓励违法 但是我看着中国老百姓在国内受苦 我真的心疼啊 特别是有很多那些具有公民意识的 具有普世价值意识的朋友们在国内 受苦受难受累 我觉得真的是太痛苦了 你在国内你不敢说 你说什么话 这么多请你去喝茶 你微信 微信上你打几个关键字 敏感自己的发不出去 你还要不见得被恐吓 我真的是希望这些人能够跑出来 因为这些人出来吧 他们不会给西方社会添乱 他们是能够为西方社会做贡献的 他们不是那些跑到美国教堂门口去领免费食物的那些人 他们不会造成社会的负担 我是希望这些人出来 现在可好 飞机都停了 出不来了 想再出来怎么着 还在等几个月吧 而且在这段时间 自己会不会染上病 自己会不会躺下 这都不好讲 所以说中国人可怜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吧 中国想要维持现状是不可能的 赵家人想要再维持现状是不可能的 要么倒退 要么前进 倒退的话 那就会更糟 他就会埋下更大的地雷 他就会祸害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将来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去反抗 这是往坏的方向 往好的方向 2020年 那真的没准就会发生什么大事啊 罗素的七十定律 七年定律啊 今年是七十一年啊 去年是七十年 今年七十年 当然了 这个延误个一年两年 在历史上那都不是个事 那就说明今年2020年很有可能出大事 这是我的结论 之前我还说 我估计怎么着 还要十年八年吧 看来不用啊 也就这一两年吧 事情的发展往往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都要感谢互联网 以前在古代的时候 你可能从山东送一封信送到陕西去 可能要花两个月时间 现在你地球上发生什么事 火星上他马上就知道了 光速一秒二十七万公里 很快的 信息传输速度很快的 正是因为互联网这个信息传递的速度的加快 所以说你不能够以传统的这种眼光去看待问题 你不能够以传统的规律去分析问题 什么再过五十年他们都不会倒呀 什么赵家人还要再执政一百年呢 根本就不可能 这些朋友就没有考虑到互联网的因素 互联网他是隔绝不了的 如果说赵家人在国内要搞闭关锁国 要把这个网都切断的话 老百姓他要反吧 没法刷抖音了 没法看肥道具了 没法上网打游戏了 他不反吧 你一旦联网 他们就可以翻墙 而且这个跟服务器 中国一个都没有 中国想要破你防火墙 那分分钟的事 而且再过两年 马斯克的这种星链计划 一旦成功 一旦投入运营 一旦可以使用 他要是针对中国这么免费的话 或者说经过一些特别廉价的设备 很简单的设备 就可以连接到这种卫星WiFi的话 外界的信息再也拦不住的时候 那么就是中国人真正大面积 全民觉醒的时候 本来今天聊聊这个航空公司停飞航班的事情 然后咱们就是扯那么多 扯到了闭关锁国 又扯到了翻墙 又扯到了推墙 又扯到了马斯克的这种星链计划 扯了有点远 那好吧 希望国内的朋友 你们都要保重身体 今天的节目咱们就不多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